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木 这期视频的话和大家说一下内测时期的地下室场景 稍微大家熟知的内测时间是10月20号 其实在内测早期的时候呢 地下室是没有那些被囚禁的人的 差不多过了几天之后才添加进去的 这边可以看到有许多无名之人被关押在地下室 不仅如此 在地下的下方还会有一些手探出来 被关押的数量呢也是蛮庞大的 另外当被监管者挂在地下室的时候 周边会有一些黑手弥漫着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氛围感了 这边也有许多地下室不同的场景 而这种设定其实也和庄严早期的秘密人体实验背景有关 这个的话之后讲到秘试片的时候会和大家说 虽然如今的地下室也保留了一些实验的器材 但还是没有当初那种氛围强烈 不过这也没办法 毕竟不这么改的话游戏也过不了水 也就无法和大家见面了 相信官方也是迫于无奈也有他们的苦衷 不管怎么说曾经也存在过 就当做是一个念想吧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后面还会讲更多的内测资料 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 by bwd6 我命中很可�들的 Dingen人也忘记